大家好 我是大俠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兩支閃光燈的使用心得 在上次這支影片裡面 我有跟大家介紹到說 怎麼樣去選購一個離機的閃光燈 那在影片底下就有朋友回覆到說 希望能看一下 TT685這支閃光燈的一些介紹 那我們有去跟我們的老師 就是大人器林鴻俊林老師那邊 跟他借了兩支閃光燈 接下來跟大家比較一下 閃光燈它的出力的穩定度 那目前我們用的這支閃光燈 是TT685這一支 那我目前調的出力是全出力 因為我希望說在全出力的情況之下 每一下的亮度都要穩定的 那目前我就找了一個人形力牌 然後相機腳架這個都架起來 那用全出力來試一下它的亮度 穩不穩定 那我的做法就是閃完低下之後 我要等它的回電到的時候 我再閃低二下 然後呢我這樣持續去拍 照理說呢我們拍到每一電為止呢 它的亮度都要穩定了 那目前我在做的測試 大概是做到第五下第六下 我可能先拍個十五六張 大概就能知道說它的亮度有沒有穩定 那因為這一支閃光燈它的全光回電呢 大概是兩秒多 所以我們每拍一下都要等兩秒 那在這二十幾張的照片裡面呢 我們去切換它的時候 從螢幕看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它的亮度都沒有變的話 代表呢這一支閃光燈的出力是穩定的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地方去檢測 這支閃光燈的穩定度 那就目前看起來 它的閃光燈的穩定度還算不錯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V860二代這一支閃光燈 它的全光的出力 它的穩定度是長怎樣 那跟剛剛一樣 就是我們還是一樣都架起來 然後這邊開全出力來試試看 剛剛我抓了大概三十張的照片 那從這三張照片來看呢 我們去切換相機的螢幕 然後再去看我們的這個 拍攝的人形力排 那從力排這邊看得出來說 它的亮度沒有變 那既然亮度沒有變就是代表說 這一支閃光燈在全出力的 情況之下它的穩定度是夠的 那中和剛剛來比較 兩支閃光燈的出力都還蠻穩定的 那只是差異在說 V860二代這一支 它的回電速度會比較快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 M模式這個功能 那其實呢 這支閃光燈還有其他功能 例如它有RPT就是平閃這個模式 它也會有TTL這個模式 那除了這兩個東西之外呢 其實它還會有高速同步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通常會用在 壓光的拍攝的環境裡面 所以通常比較頂級的閃光燈呢 這幾個功能都會附進來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離機觸發這個功能 那這兩支閃光燈呢 它提供的離機的模式有很多種 那通常我都會建議人家 使用無線電觸發這個功能 那無線電觸發 只要注意幾件事情 通常我們無線電觸發發射端呢 我們都會用一個發射器 那這兩支閃光燈 它本來就有內建接收器 所以我們不用另外再買接收器 只要呢把這兩支閃光燈的 Channel 跟 Group 跟發射器呢 的 Channel 跟 Group 設定對上就可以了 怎麼替這兩支閃光燈做切換呢 其實很簡單喔 它的介面其實都已經做到外面 我們不太需要再進到沒有裡面去找 那像它最右面這邊有一個閃電的符號 那閃電的符號其實就是在調整 在設定那個離機的功能 那我們去按這個東西 就會看到有好幾個模式可以選 那我們去把它選到無線電的Slave 這個就是無線電的Slave 那目前呢 它的無線電Slave 它的 Channel 是 1 然後它的 Group 是 A 那我們剛剛這邊是 1 跟 AB 那目前這個是 1 跟 A 那隔壁這一支呢 我們如果把它調到 1 它才能被觸發 那目前看到的是 我去調成無線電的Slave 這個就是無線電的Slave 那無線電Slave 目前是 1 那目前還是 A 也就是說我按了這個發射器呢 兩支都會同時亮 好那這兩支的 它的設定呢 我們 散光燈的設定我們不用管 所有的出力我們都在 發射器這邊調 好那有時候我們打頂燈的時候 還是燈離我們比較遠的時候 我們才不用再跑來跑去 那目前這兩支都是設 Channel 1 跟 A 那當然我這邊它的出力就是 Channel 1 跟 A 好 目前我這邊的出力是設 1 2 8 分之 1 那這兩支的出力就會是 1 2 8 分之 1 那如果這兩支閃光燈的出力 我要分開調的話呢 那我只要把其中一支的 A 改掉就好 比如說我把 A 把它改成 B 好 那我比如說這個我把它改成 B 目前調到 B 了 那 B 我這邊的設定呢 我把這邊 B 的出力把它調掉 例如我把它調到 16分之 1 就可以了 我只是故意要讓兩支燈的出力不同 那我再去按它 好 從燈的亮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從它的出力的指數呢 也可以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這兩支只要 Channel 跟 Group 跟發射器對上的時候 這兩支它的設定是不用去動它的 它的出力呢全部都在這邊調 好 我非常的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買閃光燈的時候 那你如果想要有離機這個功能 建議要用無線電的功能 在當初呢我看到這兩支閃光燈的時候 一支是吃三號電池 四顆三號電池 那另外一個是用這種離電池的 那我在看到這兩個閃光燈的時候 我會直覺的反應說 三號電池的來源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平時家裡就會用三號電池 就算沒有電的時候呢 我們去便利商店 臨時買一下頂一下 其實閃光燈都還有辦法運作 那至於離電池呢 當然就是你如果沒有電的時候 那你在拍攝現場就沒有辦法工作 那這個是他們兩個最大的差異 可是在使用的性能看起來呢 離電池的回電速度呢會快很多 再來就是離電池可拍的張數呢 會比三號電池這個多很多 也就是說你一顆電池 如果你平時在打一天應該是夠用 那如果說是用三號電池的話呢 我們一天可能要用兩排三排 甚至用四排電池才會夠用 那如果說真的很擔心的話呢 我個人會建議 離電池的部分你可能就準備兩顆 那在一般的使用的情況之下 一整天就算是我們是接一些案子的話 一整天其實應該都是夠的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使用者 比如說你是出去玩 那我相信一顆絕對夠你打一天到兩天 這個閃光燈呢 要裝到我們相機的熱靴呢 通常我們裝上去之後 如果是原廠的燈這邊通常會有半扣 那以這一支860這一支呢 它是用螺絲的 螺旋的有一個 一個一個螺絲可以幫我們 把它鎖在我們的相機的熱靴上 那對我來說其實 兩種的做法其實都可以的 那我個人比較在乎的是 就是閃光燈的這個燈頭啊 它的旋轉方向 如果呢 這一邊能轉到180 這一邊也能轉到180 對於我們拍照呢 會方便很多 怎麼說呢 如果說我們在直拍的時候 直拍的時候 直拍我們又想打跳燈 我們會想要這樣子轉 那如果我們在直拍 有這樣子的直拍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會想要這樣 想要這樣轉 那如果你的閃光燈 閃光燈它的燈頭沒有辦法 兩邊都轉180的時候 比如說曾經就有一支閃光燈 這邊只能轉90度 那我要這樣子打跳燈 就只能到90度 我如果想要再往後打的時候 就不行了 那再來呢 這一支閃光燈 在轉這個燈頭的時候呢 邊邊沒有一個卡榫的按鈕 那過去會做這種卡榫按鈕 是怕什麼 怕我們燈頭會亂轉 你去按著它再去轉會比較方便 那這一顆閃光燈它 沒有做這個按鈕 那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差 因為它在轉的時候呢 都已經蠻有阻力的 也就是說 我們不用擔心說我燈頭這樣擺 然後它燈頭會往下存 我個人會蠻喜歡閃光燈 外面呢 會有蠻多可以操縱的按鈕 我們在拍照的時候啊 我們蠻常需要調東調西的 不管是相機也好 不管是閃光燈也好 所以呢 像這一支閃光燈它的外觀 它的一些控制按鈕都做在外面 非常方便我們使用者呢 再去做一些調整做一些操作 以上這些介紹呢 我會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在選燈的時候呢 你可以做一些比較 那不管是神牛的這一支V860 2代呢 還是其他的廠牌呢 我會希望說 各位在選擇閃光燈的時候 盡量的去比較它的功能 去比較它的性能 去比較它的性能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希望這支影片 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 官方LINE跟我們詢問 那如果想要繼續 接收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請各位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在底下呢 按個鈴鐺 按個讚 如果有任何想要留言的話呢 在底下留言 好 謝謝大家